《圣经好好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星期节目 主力平安 我是林斌 第星期节目 第星期节目 大家好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圣经好好听》 这个查经节目 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 希望我们一起查经 能够提高弟兄姊妹对读圣经的兴趣 直指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开始这一课之前 或者我们一起温习一下 马拉基书的历史背景 马拉基书是在犹太人 第三次从秘鲁之地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写成的 他的作者是马拉基 与他同期的有以斯拉和尼希米 所以马拉基书所讨论的问题 与以斯拉基以及尼希米记所处理的问题 很相似的 至于这一卷书的著作背景 我们知道在马拉基做先知的年代 重建圣殿的工程已经完成 而宪制的活动也已经继续 不过神的子民对神火热的心 就渐渐冷淡 他们何止对神的心冷淡 简直就是满腹牢素 对当时的环境还很不满意 他们的不满表现在言语和态度上 虽然并没有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不过因为耶和华神是无所不知的 所以就算他们没有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他们想什么 神当然是知道了 我相信 当马拉基先知向他们传讲神的讯息 这帮子民有一部分不以为言 甚至作出反驳 神知是神的代言人 所以这帮神的子民 如果他们博先知 就等于不认同神的说话了 在上一课我们曾经讲过 马拉基书就好像一份 神和他的子民在辩论的记录那样 是的 我们会将这一场辩论分为六个回合来讨论 或者先看第一个回合 芷珊帮我们读马拉基书的一章二和三节 好 马拉基书一章二至三节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你们却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耶和华说 以素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忽以素 使他的山岭荒凉 把他的地叶交给抗野的野狗 在马拉基的时代 神首先要他的子民解开一个心结 就是他们对神的爱表示怀疑 虽然经文说 我曾爱你们 不过真正的意思是 神一直都这么爱他们 而不是曾经爱他们 即是说 神对他子民的爱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神虽然很清楚地指出 这份爱从来都没有停过 不过 他的子民仍然反驳地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即是说 他们要神拿出证据 哇 这帮人真是大胆 神以雅各和伊素 这对双胞胎的事迹作为证据 对以色列人来说 一定是很熟的 不如我们根据 创世记的第25章 和第27章的经文 温习一下 这两兄弟的故事 雅各和伊素这对双胞胎 是他们的父母 以撒和尼伯家向神求回来的 尼伯先出世 所以是哥哥 不过当尼伯家怀孕的时候 神已经告诉他 将来大家要复世世的 所以虽然爸爸以撒偏爱大子 尼伯 最后还是不能够 将长子的福分给他 至于雅各如何得到长子的名分和福分 是有两段插曲的 有一天 伊素打完猎回来 很饿 想吃雅各煮的红豆汤 雅各趁这个机会 要求伊素将长子的名分让给他 作为交换的条件 为了贪一时的口福之肉 伊素很兴许地将长子的特权出卖了 过了没多久 他又得到长子的祝福 后来当以撒年纪老迈 老眼分化的时候 就想在离世之前 为长子以授祝福 这件事被利伯家知道 于是乎就帮了世子雅各 偷上长子的祝福 雅各最后果然承受到 他爸爸以撒的祝福 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 他的后代一直都可以住在 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至于伊素最后离开了迦南地 搬去以东 成为以东人的祖先 听马拉纪善治 全港讯息的犹太人 就是雅各的后代 他们深知肚明 知道自己的祖先 是以欺骗的方式得到祝福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尴尬 尴尬? 你这个问题都很有意思 我相信 神就是用这一段家传户晓的历史 向他的子民讲出 爱雅各、乌尔素的根据 我认为这两兄弟的品德 和人格都明显有缺陷 相信神会根据这些来做决定 为了避免大家误解神的意思 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 在希伯来问 什么是爱、什么是乎 当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子珊你会怎么想呢? 我立刻就会想起 中国人所说的 爱之欲其生、乎之欲其死 爱恨分明 是非常极端的两种情感表现 不过在希伯来问里头 爱和乎又不是那么极端的 他们不是强烈的对比 只不过在情感上的比较 照你这么说 难道他的意思是 雅各比较以素 更加得到神的喜爱 而雅各所得到的福气 也只不过是比以素更多 经文提到的爱雅各和乎以素 除了是比较的意思以外 还有简选的意思 所以爱雅各的意思 可以说得是简了雅各 而乎以素就是表示不简以素 通常选一个人而不选另一个 总会有原因的 或者有一定的标准 神是公义和公正的 祂肯定不会偏心 那神的选选是以什么作根据的呢? 芷珊你问得非常之好 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相信我一定要考虑一下 才小心地去答 不如等下一集我们才研究吧 你应该知道答案的 不过你不肯说而已 好 那就等下一集 看看你怎样跟观众解释 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 《马拉基书查经》 《马拉基书》 弟兄姊妹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考 《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 在上一集结束之前 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神的简选是以什么作为根据的呢 神的处事方式和我们很不同 在未有答案之前 不如我们一起看看 以赛亚书的55章8和9这两节经文 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 要我话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人的能力非常有限 人的能力非常有限 因为这样我们看东西会很不完全 而能够帮我们做决定的根据和资源 亦都非常有限 那又是呀 不过耶和华神就不同了 祂是全知全能存在的神 所以祂的意思和选择 一定会远远超过人的思想和能力 人亦都不可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 为什么神会选雅各而不是以数呢 我们只可以这么说 神是根据祂的主权 对祂两兄弟的预知来做决定 有关神的主权 我还想起在出埃及记 33章19节的下半节的经文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年稳谁就年稳谁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在这个世界 除了曾经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以外 再找不到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 罗马书的三章23节就说 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从这个角度来看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谁给谁更加有资格给神捡损 所以给神捡损的人 神就是得到神更多怜悯和恩典的人 至于雅各和伊素 他两兄弟的个性都有明显的缺点 所以雅各被神损损 完全是靠捺神的怜悯和恩典 我相信当神透过马乃基先知 向当时的犹太人说 他爱雅各这个信息的时候 也希望他们明白 既然他们是雅各的后代 自然就会成为神捡损的人 而他们之所以被神捡损 和当年雅各被捡损一样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 如果当时的犹太人 真是明白这个道理 就会对神传感恩的心 而不是继续埋怨 好 我们讲完神的主权 开始思想一下神的愚知 根据《创世记》的第25章23节 当雅各和尔素这两兄弟都还未出世 耶和华神就已经向他的妈妈 尼伯家预告 两国在里福来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尔素先出世 所以他是大的 而雅各被他辞出世 所以是小的 神一早就已经预先知道 以素为人兴殊 而雅各就比较狡猾 总有一天 做小的就会骗了个大的福分 如果我们看不清楚这一点 很容易就会对神有所误会 以为神就是造成这个家庭有纽纷的原因 有人说 因为神预先告诉利伯家 将来会怎样发展 所以他才用计谋 去帮个世子现实神的预言 对这一点 子珊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人或者可以这样想的 不过就没有圣经的根据 由创世记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关键性的原因 是在于做爸爸的以撒偏爱过大子 以素 而妈妈利伯家就特别痛惜过小子 或者我们将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二十七和二十八节的经文 读给大家听 两个孩子漸漸长大 以素善于打猎 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住在杖棚里 以撒爱以素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尼伯家却爱雅各 到了后来 以沙年纪露迈 颅颜分化 看不到东西 就叫个大子以素 出去打野味回来给他吃 打算在吃完野味之后 就在耶和华的面前 为以素祝福 这件事被李伯家知道 他抢先做了一些 以实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叫个小子雅各 拿去给他爸爸吃 之后就骗了他的祝福 雅各本来不想这样做 因为怕他冒充以素 会被爸爸以撒知道 会被他骂 谁知李伯家叫他不用担心 表示愿意承担所有的就作 还耍手段 去帮雅各骗以撒 如果李伯家是根据神的预言 而做出这件事 那么他大可以理直气壮 将神对他说的说话 说出来去支持他的做法 不过李伯家没有这样做 由此可见 神并没有制造这场糾纷 神只不过是意知这件事会怎样发生 就算李伯家记住 耶和华向他所说的预言 他都不应该耍手段 促成这个预言的实验 神自然有他自己的时间和方法 无论如何 用欺骗的手段去争取一些东西 怎样说都是不对的了 林彬 按照你这样说 帮我领悟到一个真理 当人预先知道神的心意 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 就是考验他会不会安静 等候神的时间和作为 去见证这个预言的实现 如果他急不及待 用自己的方法去促成这件事 这样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应该的 我相信能够通过考验的人 神会继续向他 预先显示自己的心意 让他有个心理预备 相反 如果这个人不能够通过考验 神是不会向他作出预言的 以免他找藉口 就算做错事 都坚持说是为神而做的 这个道理就是 我们永远都要跟随神的旨意 而不是行在神的前面 当我们努力尝试 仍然得不到任何启示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地自我检讨一下 神除了预知雅各会得到 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以外 我认为神亦都预知 雅各会比耶稣更加适合成为 他子民的祖先 耶稣除了看不起长子的名分之外 大家还想不想到 他有什么是不讨臣喜悦的 《创世记》的二十六章三十四节说 以素四十岁的时候 娶了黑人比利的女儿游迪 与黑人以伦的女儿巴适末为妻 黑人是住在加南地的爱族人 以素娶的两个妻子都是黑人 他们会拜偶像 肯定是违背神的吩咐 接下来那一节 即是第三十五节的经文说 这两个媳妇 时时都令到以撒和利伯家心里受烦 即是说家无导日 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 《创世记》的经文说 以素因为失了应得的名分和祝福 就怀恨在心 打算等以撒死了之后 就杀死雅各 这件事如果不是被利伯家如先知道 打发雅各 立即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 以素可能会学该人 杀死他弟弟 做不讨神喜悦的事 我们用了很长的篇科 去解释神爱雅各 污以素这一段经文 暂时要停在这儿 在下一集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雅各讨神喜悦的地方 弟兄姊妹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芷山 我们继续查旧约圣经的马拉基书 今次会是第二课的第三集 在前两集 我们跟大家查过 马拉基书一章一同二节的经文 其中根据神爱雅各 护以素即是神拣选雅各 而不拣选以素的原因 分析这个完全是基于神的主权和愚智 我们亦都跟大家分享过 以素不讨神的喜悦的地方 至于神为什么会选雅各 或者我们研究一下他讨神喜悦的地方 在上一集我们提过 以素在加南地 娶了两个黑人的女子做太太 令到以撒和利伯家心里受烦 至于雅各 他听从父母的说话 去巴弹亚兰投靠他舅父拉班 并且在那里娶了太太 我相信神喜悦雅各 是因为他服从父母的吩咐 没有娶到加南的女子为妻 另外有一件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事 是令到我们印象深刻的 根据《创世记》第28章的记载 在雅各逃亡的时候 来到一个地方 神在梦中向他显然 我们一起看《创世记》第28章 10至22节 这段经文这么长 芷珊 不用你一个人读了 我们轮流读吧 好啊 《创世记》第28章10至22节 雅各出了别士巴 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浸在头下 在那里躺我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义上 说 我是耶和华 你祖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我之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阳多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令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谁醒了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就句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谓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浸的石头立作柱子 梟游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 起名叫伯特利 就是神殿的意思 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雅各许言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的 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 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由这一段记载 所以可以看到 雅各这个人 都好懂得把握时机 犹太人和中国人好相似 都是以长子为优先 耶和华神给伊素先出世 即是说 给他有长子的机会 只可惜他轻易放弃这个权利 结果就失去长子应有的祝福 根据旧约时代的规矩 长子会得到相分的产业 还会成为整个家族的领袖 至于雅各 他真是很懂得把握时机 去争取祝福 正说所读的经文说 当神向他显现 介绍自己就是他祖先所敬拜的神 由应许与他同在 还赐福给他的时候 雅各即刻就有反应 当他睡醒之后 即刻就表示他敬威神 他用一块石头做记号 来纪念神和他立约的地方 而更加令人感动的就是 雅各许愿要建造神的殿 也愿意奉献十分之一 作为对神的感恩 从经文我们看到 神从来都没有要求雅各有什么回报 不过他能够很具体地 回应神的应许 这个做法肯定是神所弃纳的 神和雅各立约的内容 其实就是神和阿巴拉罕立约的内容 这件事很明显地指出 雅各就是神所拣选的人 就是会成继这个祝福的后裔 至于雅各年纪老迈老眼昏花的时候 他心灵的眼睛仍然是雪亮的 他为十二个儿子祝福 每一句说话都清楚有力 后来亦都完全按照字面应验 这件事记载在创世记的第四十九章里面 雅各的时迹当然是犹太人所熟悉的了 而其中好几件事都可以拿来作为马拉基书 这一章二节所提到的神爱雅各 即是简选雅各的凭据 至于神护以素不简选他 在马拉基书的一章三节 神亦都提出证据 先看看 马拉基书一章三节说 护以素使他的山岭荒凉 把他的地叶交给旷野的野狗 这里所讲的以素的山岭 不是加南地而是西耳山 至于为什么以素会搬到西耳山那里呢 我们一起看创世记的三十六章 六到九节 创世记三十六章六到九节 以素带着他的妻子 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 并他的牛羊生畜和一切货财 就是他在加南地所得的 往别处去 来了他兄弟雅各 因为二人的财物群促甚多 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 所以不能同居 于是以素住在西耳山里 以素就是以东 以素是西耳山里以东人的始祖 在以素死了之后 以素就搬到以色列国东南边的西耳山 为什么以素又叫做以东呢 答案可以在创世记的二十五章三十节那里找到 是因为以素贪圣雅各那碗红豆汤 以东是红的意思 因此以素又叫做以东 总之以色列人和以东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就多到一罗罗 真是有排讲 至于这一段恩怨情仇 以东人怎样欺负以色列人呢 就等下回分晓啦 大英姊妹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内容啦 再见 大英姊妹大家好 我是林斌 大英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芷山 我们继续查旧约圣经十二小先之书之一的马拉基书啦 在上一集临结束之前 我们提过因为以素和雅各这两兄弟的不和 令到后来的以色列人和以东人 继续很多人人缘缘 这段恩怨情仇真是有排讲呀 有好几卷先知书都提到 神对以东的预言 其中俄巴底亚书就很详细地列出 以东人的罪行 除了列出以东人的罪行以外 俄巴底亚先知早就预言 他们住的地方会被神懲罚 变得荒凉 而以东亦都会被灭绝 当马拉基做先知的时候 以东人住的地方已经逐渐变得荒凉 完全应验俄巴底亚先知的预言 这个亦都是以色列人亲眼见到的事实 现今在约旦南边的比特拉 就是当年以东国的首都西拉 它本来是一座很宏伟 也很壮观的山城 不过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废墟 虽然如此 每年仍然吸引很多人去参观 还为它改了几个很漂亮的名字 例如失落的古城 沙漠的奇迹 和玫瑰之城 以素的地叶荒凉 后代被灭绝 不单止令人惋惜 更加给我们有警惕的作用 提醒我们不要效法以东人的心态和行为 当玛拉基先知 说神要惩罚以东的时候 以东人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或者我们一起看 玛拉基书的一章四节 玛拉基书一章四节 以东人说 我们现在须被毁坏 却要重见荒废之处 万君之要话如此说 任他们建造 我必拆毁 人必称他们的地 为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民 为夜和话 永远老路之民 当以东人说 我们现在须被毁坏 却要重见荒废之处 这一类说话的时候 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会摆出一副 非常高傲的表情 经文说 现在须被毁坏 似乎暗示以东国当时正是有灾祸 那我就要考虑你的记性 当玛拉基先知向犹太人传港信息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年份呢? 你曾经说过 他大约在主前的四百五十年做先知的 根据历史的考证 在主前的五百五十年 至主前的四百年之间 以东国有不少的变化 首先是阿拉伯游牧民族里面的 拿巴提人 将以东人赶来他们的家园 逼他们迁徙到犹大的南边 后来当波斯帝国掌管巴勒斯坦的时候 又将这一块地 画为一个行省 叫做以土埋 按照你这么说 当玛拉基先知全港信息的时候 以东人的家园的确已经遭到毁坏了 至于经文里头的 虽被毁坏的虽字 其实是有就算的意思 以东人认为 就算他们被永远毁坏 仍然有能力重建家园 他们的信心是在哪里得来的呢 这种一厢情愿的信心 神是有答案的 我们再看多一次 玛拉基书一章四节下半节的经文 玛拉基书一章四节下半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任他们建造我必拆位 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劳劳之民 神从来都没有允许过 以东国会得到复兴 所以以东人的希望是无可能实现的 相反 神日再透过不同的先知寓言 以色列国会复兴 所以神的子民才是做到 虽被毁坏却要重建 哇 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雅各的后代住在加南地被称为圣地 他们就被称为神的子民 有神的保守和祝福 至于以色列的后代 就是住在以东被称为罪恶之境 以东人就被称为神永远愤怒之民 所以马拉基先知提醒犹太人 这些是他们亲眼见到的 至于敬畏神或不敬畏神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如何做的了 好 有关辩论 神的爱还有一节经文 我们看马拉基书的一章五节 马拉基书一章五节 你们必亲眼看见 也必说 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 被尊为大 耶和华神在这里指出 以东地变得荒凉 不单只是他爱雅国乌尔素的证明 他也都清楚指出 神不单只是以色列国境以内有主权 就算在以色列国以外的地方 他也都有主权 同样被尊为大 今时今日 耶和华神在以色列境外被尊为大 已经完全实现了 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被传开 差不多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有归信主耶稣的人成为基督徒 当年犹太人怀疑神的爱 造成他们不敬畏神 不听众神吩咐的主要原因 其实神的子民还有一个老毛病 就是每一次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是向神问 为什么 这个毛病由他们的老祖宗摩西开始就有的了 还记得摩西奉神的差遣去见埃及的法老 要求他放走以色列文 当初法老不肯 他变本加厉 要奴役神的子民 在出埃及记五章二十二支 就有这样的记载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 说 主啊 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为什么打发我去呢 坦白说 神真是好体谅他子民的软弱 总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表示 他是多么爱他的子民 在十二卷小仙之书里头 河西亚书排第一 他将神对子民的爱 描写得罪黑骨鸣心 至于马赖记书排在最后 他的写着目的就是要神的子民知道 因为爱他的缘故 神才简选他们做自己的子民 好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子珊带我们祈祷 好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简选雅角 和他的后裔成为你爱的样板 今天我们蒙受恩惠 成为你简选的子民 求天父你不断地提醒我们 要将你的大爱铭记于心 并且乐意听从你的吩咐 将你一份爱和身边的人分享 祷告 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命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